主席 主席我請江部長 請江部長 菁委員早 部長我們實在覺得很可悲啊 怎麼講呢 一直在鋪陳要把總統跟立委呢合併選舉 包括用民粹治國 用一個簡單的說合併選舉 可以節省經費用這麼簡單的一個民粹主義呢 來鋪陳總統跟立委 還有用民調 這是一個專門技術跟職業 專門技術跟專業的工作呢 居然可以用民調的數據 企圖用民調數據的來掩蓋 我們所有可能所面對的狀況 民進黨總統初選也是用民調 你怎麼會對民調這麼樣的完全否認呢 江部長你不用在這裡 等一下我問你的話呢 你好好回答那就好 雖然我們在這整個過程 好幾個月的過程呢 我們有一直在講說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跟公職人選罷法 有二十四個地方 兩條法律 有縫 有 不一樣的地方 可能會面對 執法人員 自愛男嫌的 你們也自自不離 所以我們也提到說 有手頭族 高達五萬的手頭族呢 他們的權益 會受損 你們也自自不離 雖然我們有說 有這個憲政空窗旗的這個問題 你們也自自不離 你們呼嚨全國的選民 光是用這個民粹 來呼嚨全國的選民 而你自己 在這個位置上 口口聲聲的說 不在籍投票 對 維護憲政 維護 人民的權利呢 有多重要多重要 應該想辦法 想一些辦法 把這些人的投票權利呢 把他們扶正 可是 你現在呢 也把他呼嚨掉啦 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雖然也面對 總統跟立委選舉呢 是否要合併 可是 我們也不敢像你們這樣子 粗暴的一意孤行啊 那部長 所謂的憲政空窗旗 你剛剛有說 會有四種狀況 是不是 就是會有這四種狀況嘛 也就是說 用排列組合呢 會 呈現出 總統 或立委呢 選舉呢 中國國民黨兩個 都勝利 也有可能呢 總統敗選 而立委呢 的選舉呢 國民黨還是維持多數 那也有可能呢 是總統 由馬英九先生連任 那可是呢 立委呢 是由民進黨 得到多數 那另外呢 就是總統跟立委選舉呢 都是民進黨勝出 就是會有這四種狀況 而這四種狀況 他的憲政危機呢 都不太一樣吧 第一種狀況呢 就是維持中國 國民黨執政 那人民繼續產息息 維持現狀 那第二個呢 如果 民進黨的總統勝出 那看守內閣會喔 剛才陳委員說的 四個月 又六天啊 舊政府呢 舊政府呢 提早 跛腳 同時呢 最重要 最嚴重 最可怕的就是 重大政策 在這四個月內 沒有辦法 決定 那更可怕的就是 重大政策 在四個月內呢 被 舊任總統 決定掉 有沒有這個可能啊 部長先生 委員您剛剛 手上所持的 這個分析表 對我們政治專業來講 是 蠻可笑的一種分析表 我不是講委員 好 那請說 可笑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喔 像美國現在總統 歐巴馬是民主黨籍 眾議院是共和黨 多數黨 美國的總統的所有 重大政策 包括法律案 都要先經過眾議院 有時候過不了 如果按照這個邏輯的話 美國早就已經陷入 那你如果 用這個邏輯 你覺得台灣的民主狀況 跟美國的民主狀況 在民主國家 你拿台灣的民主狀況 來比較美國的民主狀況 我覺得你這個 你這個學者專家 你是發言了 是正可笑 是絕對有可能 部長先生 部長先生 如果在這四個月內 就說這個叫做憲政 核能政策 這個是 核能核市場 被舊任總統決定掉 那這時候 這個核能廠 還可以在短期內 達到我們 非核的家園嗎 我要向委員 所以 部長先生 你已經很粗暴的做了這個決定 你剛才又用 語言非常可笑的 拿美國成熟的民主政治 不一樣的政治體系 來跟台灣比 我覺得你這個部長 我們難道要比英國和日本嗎 互管維持你的官位維持的 那種君主立憲制的國家 太難看了吧 我們也不是德國那種國家 那你知道如果 如果發生民進黨總統勝出 立委又勝出 這個時候 整個反正 您剛說的 其實不是百分之五十 有百分之七十五 高達百分之七十五 我們的憲政 在運轉上 會有很大的衝擊 我相信 你自己知道這種狀況吧 可能有人喔 在最剛開始的時候 認為哪怕是總統或市長選舉 換了一個黨或一個人當選 都是憲政危機 但是台灣早就走過這個階段了 這些是民主國家的長壇 這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馬英九決定 台灣要改一個 新的五都五個院俠市 現在五個院俠市裡面 可以說市政府 是整個鬧轟轟你知道嗎 你知道台中縣 台中市 發生 原的台中縣的市議員 跟原台中市的市議員 大家為了 政治資源的分配 分成兩邊 五個地方都鬧轟 我是有一點保留啦 除了台北市 已經運作 除了已經運作 風聲比較多的是台中 台南 我們也都知道分別有什麼情形 我們在新聞媒體上面 都可以看到 每天 基本上沒有那麼大的問題 中部跟南部的直轄市呢 市長跟議會呢 還有議會之間呢 事實上是有很多 運作上 那這個是屬於政治 整個法律的環境 事實上我們心知肚明 很多法律是還沒有修過 就倉促的把五都 推上路 現在 現在 地委跟 地委跟總統 跟那個狀況 非常的類似 所以 部長先生 你們的資相 真的是太難看了 那請你 請你再 發表一下你的高見 你學者的高見 發生這75%的 憲政空轉狀況 我第一句話就跟你講 那不是憲政危機 也不是憲政空轉 如果說行政部門 比如說總統 跟國會 是不屬同一個政黨掌握 這個只能說 出現少數執政的問題 那麼這種問題就必須要加強 他們之間的協調跟妥協 好 那我問你 充滿了妥協 充滿了談判跟溝通 這個不叫做憲政危機 如果民進黨在立法院 是多數黨 是的 這時候 就任總統要不要換隔軌 像委員報告 這種事情是 非常簡單的答案 以我們國家的體制來講 如果說立法院多數黨 是假黨的話 那麼 總統 應該 是要認命 假黨所能夠支持 同意的人 來當行政院院長 是 對 假跟以 不管是國民黨 這樣的狀況 在台灣的政壇有沒有發生過 至少還沒有 像委員報告 2000年的時候 我 以我的判斷 當時陳水扁總統 好 就違反了這一陣子 所以如果立法院提了這個隔軌的不信任案 才會導致 立法院提了隔軌的不信任案 馬總統敢解散國會再選一次嗎 像委員報告的 當然是要提 我們現在一般的了解 如果說 同樣政黨立場的 一般的這種政治專業的觀察的話 馬英九總統如果是順利當選總統 而國會是民進黨為多數的話 那麼按照憲政上面的一些規定 那麼總統應該是會任命 會由民進黨多數國會所同意的人 來出任行政院長 好啦 部長先生 部長先生 孟子說啦 長軍之惡其最小啦 逢軍之惡其最大啦 就是 逢迎 拍馬 揣摩喪意 去 詛咒為念的人呢 這種人呢 事實上最惡是比較大啦 逢軍 逢軍之惡 謝謝委員的 其最大 如果台灣 如果台灣 真的不幸 在未來1月14號之後 有發生什麼重大的 這個憲政上的衝突跟正義 事實上 您 馬英九 還有中選會的 張博來主委 事實上你們 絕對是難辭其咎 我相信歷史呢 對這一件事呢 會給你們批判的 請你記得 我想歷史應該會記載 逢軍之惡 那麼 請你記住 孟子曾經說過 張 張軍之惡呢 其最小 逢軍之惡呢 其最大 請你記得 有這件事 部長先生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再請教您 部長先生 我再請教您 再過去 很多 國民黨的候選人呢 是立委候選人 他們呢 被判當選無效 你知道他們 領掉了 政黨 選舉補助費 有多少嗎 高達907萬 907萬 你會覺得說 可能 不是很大盡 可是 全部 每分每離呢 都是名指名高 907萬 台北市政府對 李慶安 的案子呢 有提 有提要把選舉經費 雖然後來辦 敗訴 對不對 可是內政部 會不會針對這些人呢 提起 把這907萬 追回來的這種訴訟呢 向委員報告 因為 我不知道您 那個表上 分別列的是哪一些案子 好 那您剛剛講到 李委員那個案子 立法院 之前已經有過 林鄭二 這個是由各 他所屬的那個機關 來處理 是否要提起訴訟的問題 如果是屬於市議會 市議會 決定 如果是屬於立法院的委員 立法院決定 不是由內政部來 李慶安 李慶安的部分 台北市政府已經有提 對 那就是符合我剛剛講的 那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能夠提這個案子 表示說他們 也很積極的想要 把這個狀況 用行政的動作呢 把它解決 或是來表態一下 那 部長先生 你會不會表態 要把競選經費 來把它討回來呢 不是內政部的資權的事情 我們表態也沒有意義 我們是 按照規定來就是 我們 對 現行的法律規章 當然是由他所屬的機關來決定 要不要提出 可是在政治上 你會不會做這樣的宣誓 幫馬英九總統加分呢 委員 我們不回答資權以外的事情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